博佑基金会几何第二章三角形 2.2节SAS三角形全等定理 例题2.2之时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这是这一题的图形 然后已知AB等AC 题目说的AB线段等于ACE线段 BD等于C1然后呢BD这个线段 等于C1这个线段 那我们要证明什么呢 证明角CDB 证明这一个角CDB 这一个角 跟角VEC 跟这一个角VEC 这一个角 两个角度要一样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喔 角CDB呢 是不是在这个蓝色的三角形 里面的一个角 是不是三角形CDB 其中的一个角 对不对 那角VEC呢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黄色的这个三角形 是不是在黄色的这个三角形 VEC里面的一个角 那两个角要一样大 是不是表示 如果蓝色的三角形跟黄色的三角形全等的话 是不是可以利用对应角相等 就证明两个角度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今天 如果证明到三角形 黄色的三角形 黄色的三角形 VEC 如果两个三角形全等的话 我就可以利用对应角相等 可以证明到 角VEC就等于我的角CDB 如果黄色的三角形跟蓝色的三角形全等 那对应角相等 这两个角就会一样了 那目前这里是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现在呢 就试着 把我们刚刚的想法 用文字来把它写出来 写出它的证明的过程 好 那我们现在要看 黄色的三角形 VEC 跟蓝色的三角形 CDB 两个三角形 如果要全等的话 好 那根据我们目前所学过的 只有一种性质 叫做什么呢 是叫SAS SAS 就是两边夹一个角 两边夹一个角 SAS 那我们先看看题目给的 已知条件 能不能让我们用SAS的性质 来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呢 来先看一下喔 第一个 AB等于AC 那我题目说的 AB线段等于AC线段 哇 怎么办 AB线段 既没有在蓝色的三角形 VDC里面 也没有在黄色的三角形 VEC里面 那相同的AC线段 也没有在这两个三角形里面 那这个边好像没办法用到耶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先看下一个 下一个已知条件告诉我 VD等于CE 它说VD线段 它说VD线段 VD线段 等于CE线段 太棒了 VD线段是在蓝色的三角形 VDC里面 那CE线段呢 是不是在黄色的三角形 CEV里面 对不对 哦那太棒了 这两个线段相等 对不对 好 那今天用SAS 对不对 是不是两边夹住一个角 那现在 在蓝色的三角形里面 有VD这个线段 那跟它有关系的角 就是这个角 VDC 或者是下面这个角 角DVC 对不对 好 那 上面这个角 角VDC 它是我什么 题目 要求证的 对不对 所以 现在能不能先找这个角 也不行嘛 它是到时候 两个三角形全等之后 才用对应角想等的 对不对 那很显然 现在 以VD边 以VD 这个边 形成的角 好像就只剩下这里 就只剩下这个角 DVC 是不是就只剩下这个角 对不对 好 那以 C E边 在这个黄色三角形 C EV里面 以C E边 的角 除了上面这一个角 C EV 它是题目要证明的之外 是不是只剩下下面这里 是不是只剩下这一个 角 E C V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角 角 DVC 会不会等于角 ECB 这两个角会不会一样 那我们看看 这两个角 是不是都是在三号型 ABC里面 对不对 而且呢 而且什么 题目告诉我 AB等于AC 这告诉我 三角形 ABC 是一个什么三号型 两个腰一样 AB等于AC 表示它是一个 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 这两个底角会怎样 是不是一样呢 对不对 所以 我现在已经找到 DV 等于EC ABC DVC 也等于角 ECB 那是不是有可能 两个三号型 就可以 用SAS 三角形 全等性质 来证明它们 相等的 全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先写写看哦 我们 第一个部分 三角形 ABC为 等腰三角形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已知给的 AB等于AC 因为题目给的 AB等于AC 所以 三角形 ABC为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 有什么性质呢 是不是两个底角就一样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我的脚 ABC 就会等于我的脚 ACB 对不对 好 这两个脚就一样 那这两个脚一样 也可以说怎样 是不是就是说 来脚 ABC 这个脚 ABC 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脚 DBC呢 对不对 所以 也就是说我的脚 DBC 就等于脚 ACB 是不是就可以说是脚 ECB 对不对 脚 ECB 好 那现在知道了 这两个脚一样 我们就来看看 蓝色的三角形 跟黄色的三角形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 全等哦 来 所以在 这个蓝色的三角形 CDB 与 我的黄色三角形 好 B EC当中 好 这是D 写清楚一点 好 所以我现在 在我蓝色的三角形 CDB 跟我黄色的三角形 BEC当中 先看看已知的 好 已知条件说 BD 等于 C1 BD 等于 C1 这个是已知条件 再来呢 角度 在这里 刚刚第一个部分 证明的哦 角 DBC 等于 角 ECB 好 这个角 DBC 这个角 等于这个角 ECB 这个角 好 这个是刚刚证明过的 好 那在几何学上 证明过的东西 我可以拿来使用 好 那现在两个三角形 已经有一个边 一个角一样 边叫S 角叫A 已经有SA了哦 那现在是差一个S 对不对 而且这个S 是不是这个角的 另外一个边 对不对 那也就是哪一个边 是不是就是这个 BC边的 对不对 好 那在蓝色三小型当中 BC 边 跟黄色三小型 CB边 是不是 同一个边 那是不是要一样长 对不对 所以再加上我的BC 边 等于CB边 这个 它是共同边 当然一样长 对不对 那现在两个三小型 有没有 一个边 一个角 一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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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SAS SAS 是不是两个三小型就全等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好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三角形 C DB 跟我的三角形 BEC 是不是就全等了 对不对 好 那是根据什么呢 是不是 SAS 好 把条件写下来 是根据了 SAS 三小型全等 好 那两个三小型全等之后 怎么样 是不是对应角就相等 好 所以我的对应角 这里 角BDC 跟我这里 角CEB 就一样了 那是不是 就是我这里 好 题目所要求证明的部分 好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我的角 C DB 跟我的角 BEC 是不是就一样了 对不对 那它是根据什么呢 它是根据 我的对应角 相等 好 那 证明的最后 我们就写上 Q E D 顾德证 表示我们完成了 这个题目的证明 博又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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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